Fionnishim Inscriptions 菲尼基的文字 菲尼基是第一个发明的 它第一个发明的就是A A是什么呢? 是一只牛这样的 你见不见到? 一只牛这样的 就是A 这个全世界第一个字母 Hello Berlut 我现在不是在欧洲 现在来到东方巴黎了 我梦想了很久的城市 就是尼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刚刚坐了十几个小时机 你看看我样子 真是癫癫的 又没有洗头 又没有质量 即是anyman才下机 因为我们早上9点钟 已经是出了海关了 接着我们来这里 来到Boshek rock 这个rock最有名是什么呢? 就是附杀岩 就是辈到很出名的两个牙石 就是在海边 就是方便的方便石 很多人好像会在那里自杀跳下去 这个风景很漂亮 而且这里是风和日麗 环境又漂亮 完全不觉有任何战争的摧残 对 可以给我们更多详细吗? 请去吧 好的 所以 Lebanon 不是阿拉伯的国家 Lebanon 是阿拉伯的国家 和橘子 现在来到第二站了 这个就是国家博物馆 建筑呢 你看到这些希腊的石柱 就像欧洲一样 怪不得被人叫做中东小巴黎 门票也不便宜 刚才他对我说 他一定要唱一些尼巴利磅 我尝试去拍摄 清朝不让我拍摄的 现在就换八九 八九的意思是什么呢? 八十九个thousand 即是一元美金换到八十一个thousand 89,000 Lebanon 换到八万九千尼巴乱磅 什么概念呢? 他以前是一元美金换到一千五百磅 现在换到将近九万磅 因为他说这个门票 一定要给尼巴乱磅的关系 他要先换钱 即是差不多十元美金 这个门票 我们现在就进去参观一下 这个全国中东最早的一间museum 叫做尼巴乱国家museum 作为地中海文明的发源地 大家都知道菲利基是多么厉害 全世界第一个设计航海的民族 发明了字母 就是菲利基人发明的 菲利基人是哪里的人呢? 其实就是现在的尼巴乱 我来到这个博物馆 最想最想看的东西 就不是罗马 希律时期 或者是之后的奥特曼帝战亭那些 因为那些在其他国家都看到 菲利基全世界第一个字母 有早过我们甲军民的东西 在哪里看到呢? 在请我来 菲利基人是航海的民族 你看到他们很早已经做了这些帆船 出来从航海跨越了亚洲、非洲和欧洲做生意 我十几年前就特意去了希律的克里特岛 为了找西方文文的起源 在这个克里特岛上面 发现了最早的西方的文字 叫做善应文字A和善应文字B 发现了之后就说善应文字A和善应文字B 是哪里来的呢? 原来就是来自于这里 菲利基的文字 菲利基第一个发明了 它第一个发明的就是A A是什么呢? 是一只牛这样的 你见不见到? 一只牛这样的 就是A 这个全世界第一个字母 B是什么呢? B代表是一间屋 OK G这样逐个逐个 一共菲利基发明了22个字母 这22个字母 就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完全 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字母相对于我们的甲军文 或者障形文字 字母是可以拼出所有的语言 所有的意思可以用字母来表达 它表音不表意的 所以你现在见到全世界 现在除了中文在用障形文字 全部都被菲利基文字统一了 它是所有字母文明的完全 你现在见到全世界的所有的 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 一直去到阿拉伯文、犹太 还有什么呢? Sanscript、泛文 一直去到所有东西方的语言 都是用字母 越南文都是用字母拼的 全部都是完全来自菲利基的字母文明 所以很厉害的 证明他们很聪明 化时代的一个发明 这个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棺木 上面有齐菲利基的字母 它挑了什么意思呢? 它是由右至左的 挑了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个棺材里面 它是一个过往的孟业 它的嘴上有一个金热陷着 代表它是一个王族 这边也有很多菲利基的字母 那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这些是公元前的1600年 原前1600年很夸张 其实比我们的甲国民 他们已经发明了这一套 这么先进的字母 就是因为他们是商人 他们是富家一方的 相当于现在的纽约、伦敦 或者加上东京、加上香港 也是最富裕的国家 富裕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当时菲利基的商人 他们全部都可以有这么漂亮的棺木 这些就是菲利基的棺木 棺材下全部都是云石造的棺材 它不是一个王族 你说王族有这么漂亮的棺材 就是说它连商人都有这么漂亮的棺木 为什么呢? 解释了 这些全部都来自意大利和 希莉的云石来的 那这个是一个女性 她拿了一朵百合花在胸后 代表永生 那你看这些云石很漂亮的 说的是三千多年前的挑客 你看她的脚趾光 挑到美得 指甲都挑出来 比例很均匀 很完美 这些这么多件证明 证明菲利基是相当富裕的一个社会 在其他社会 比如说在秘鲁 或者去埃及皇室才有这么待遇 或者去中国也好 可能真的是皇帝才有这么漂亮的石棺 因为需要很多工序 需要很多人手去做 在菲利基的民族社会里面 当时她是普通的商人 也有这样的财富的 就是show offer 那这个就是 找到一个菲利基的很大的坟墓 她的棺材 刚才那些棺材 一条条地排在这里 中间有一个制制的场合 这就是一个钟庙 周围就画了一些 已经画了很多painting 在上面的 她复原了就是这样的 这些菲利基的玻璃吹得很漂亮的 你看到她们的玻璃 比意大利的玻璃早 她们的首饰 你看看这些珠宝首饰 这些应该是紫水晶 很漂亮的 还有金气的紫水晶 正面是相当富庶的一个社会 当然到了大战亭的时候 最出名就是这些马彩黑画 当时这些石头 在整个尼巴连都有 白色、红色、黄色石头都有 是一只石头的颜色没有的 是绿色 那怎么呈现绿色呢 即是树上的绿叶呢 然后菲利基人想到 就是用这些玻璃去烧的 所以最名贵的是绿色的 其实是烧玻璃来的 其他真的是石头来的 看会儿好的 要是上水晶鲜 当然好不定是经过这个 来到罗马的事 director 它还有一些很精美的 东西的人 雕塑 雕塑多漂亮 鸡肉的紋路 雕塑得很漂亮 這是水菜 莫馬讀成記的故事 人物的表情 都雕塑得很精美 這幅馬材克 也很重要 這隻公牛綁架了 尼巴連的美女 叫做Europe 運了她去一個很遙遠的大陸 大陸後來的名字 就用了美女的名字 叫Europe 這就是歐洲名字的所來 這裏就保存了一個 埃及的法老王 他當時送了 整個法老王的雕塑 送到這裏 在1990年至1995年之間 就用一些斯文 碩士保護著他 沒有被叛軍破壞過 這裏就是尼巴連大八炸的血廠 這裏就是尼巴連大八炸的血廠 對 這裏就是尼巴連大八炸的血廠 就用來個你乾燥